大家好,我是Dan 2021年5月18号 Sosimuji突然宣布了与姚家庆古的合约会在5月22号结束的消息 因为是无预警的宣布 而且姚家庆古原本预定好的行程也是在一瞬间全部停止 也没有goodbye专辑 所以这个消息真的是让整个饭圈都傻眼了 甚至有谣言说连黑粉都感到傻眼了 不是就算了 但是让粉丝们更傻眼的是 在宣布结束合约两个月前的3月11号 Sosimuji偷偷摸摸的抢先注册了GFriend GFriend的商标权 但是在7月14号 韩国特许厅向Sosimuji发送了拒绝商标权注册的意见提出通知书 韩国特许厅表示 GFriend是韩国6人组合女团 姚家庆古的英文名称GFriend极为相似的商标 会导致一般大众们误认高欢等 顾虑到大众们会有被欺骗的可能性 所以无法注册 也就是说特许厅驳回了Sosimuji的商标权注册 目前Sosimuji在2015年 虽然已经有注册姚家庆古的logo 但是因为这次的拒绝通知 Sosimuji已经无法对尤家庆古的名称实施任何权利了 所以如果Sosimuji不提出任何反论的话 尤家庆古成员6个人不需要Sosimuji的任何同意 就可以使用尤家庆古完全体回归了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就算Sosimuji提出反论也没什么希望了 他们申请了各种GFriend G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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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垃圾 洋活了Sosimuji6年半 每年最少两次回归 这么努力的话最后就不能好好结束吗 竟然还为了不让别的公司使用尤家庆古 在合约结束前注册商标 真的很让人反感 连GFriend也想注册 太好笑了 十把可可 那我以后也就是BGFB了 大家不要误会 这不是确定了尤家庆古的回归 因为现在都在不一样的公司 所以要像Tiara Sosimuji这样合体的话 可能需要两三年 然后他们注册了17个商标圈 所以剩下的都要结束的话 也需要半年以上 不过确定的是剩下的也一定能找回 也谢谢别家粉丝们一起为我们高兴 希望小女友成员们能知道 我们现在都在姻缘中 希望能尽快看到尤家庆古六个人 一起站在舞台的样子 下个消息是 韩国花式花冰女神Kimiona 将在10月份 与男团Polestella成员苦无礼举行婚礼 根据媒体报道 两个人目前已交往了三年多 确定10月份结婚 苏式公司也证实了这个喜讯 因为Kimiona在韩国 就像大家称 有阶层是YUNUNIM一样 Kimiona也被韩国人称为是YUNUNIM 能看出来Kimiona在韩国人心中的地位 所以这个突然的结婚消息 真的是惊吓了网友们 YUNUNUN要幸福 哇这个岁月已经 恭喜你要幸福 YUNUNUN也要结婚了 真的很神奇 祝福你们 真的祝福你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Hiona换隐形眼镜的理由 我以后不能再说Hyojonga了 听说在一个节目 有跟我长得很像的小狗 网上疯传 Hiona对小狗的比较图 周围的人一直给我发送照片 那个时候我决定要换隐形眼镜了 到底是有多像的话 会想要换隐形眼镜呢 这是上次Hiona出演的时候 被疼发火的表情 就等于节目中小狗的表情 看了那张图后 决定换隐形眼镜了 那之后也不叫她Hyojonga了 现在是 Chagia Chagia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athletes 他们下支影片 帮助 现在我们下支影片 我们下支影片 拜拜 互相 我们下支影片 把 支币 我们下支影片